香港大律師公會新任主席 資深大律師夏博爾 Paul Harris上個月宣布持任英國牛津市議會議員一職 原因是他在香港工作增加 夏博爾被外奸質疑一直隱瞞其政治背景和英國議員身份 他是英國自由民主黨成員 並是該黨牛津市聖馬格麗特聖Margaret選區議員 但他辯稱參選大律師公會主席 無需申報相關資料 究竟夏博爾是甚麼人 為何他要競逐大律師公會主席 業界和選民對夏博爾的身份有沒有知情權 現年68歲的夏博爾 於1976年在英國取得大律師資格 1993年來到香港執業 2006年成為資深大律師 1995年 夏博爾和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大啟師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共同成立香港人權監察 並出任首任主席 該組織據報一直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關係緊密 而香港人權監察至回歸以來 不斷唱衰香港和中央 包括在反修例風波中 積極反對修例和批評警方執法 2002年夏博爾曾公然反對特區政府 就基本法23條立法 稱稱立法諮詢文件極為不妥 有很多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之處 同年11月 夏博爾更和李柱銘逃緊身前往歐洲 游說歐盟和英國政要反對23條立法 2013年夏博爾曾發表支持藏獨文章 稱西藏擁有民族之缺權 並聲言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 其分裂中國之心已超然若揭 在當選大律師公會主席後 夏博爾又多番批評港區國安法 稱稱國安法是設計來奪走香港自由 引進內地制度 將香港推向警察國家雲雲 今年1月21日 夏博爾獲得資深大律師李柱銘 和洛應鑑的共同提名 參選大律師公會主席 並在武警爭對手和反對票下成功當選 李柱銘和洛應鑑 對於夏博爾為前英國政黨黨員一事 均表示不作評論 有媒體今天引述落應鑑回覆時表示 今天才收到相關資料 所以無可置評 但二人提名夏博爾之前 是不是對夏博爾的身份和政治立場之情 香港大律師公會是誰家天下 他辭去英國議員職務留在香港 究竟心向何方 如今他的身份曝光 外界有不少聲音質疑夏博爾 應不應該辭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一職 請議及到擁 temp tailored 國議員職務留在香港